看着男神跃跃见的节奏 李敏昊又一次来到中国了 这次来杭州参加手机淘宝生活节 这么记得地气 粉丝有个问题 你回答一下呗 李敏昊 你是不是喜欢上我的 什么是真爱 就是每一次在机场迎接你 总有惊喜 我偷偷发现 这条围巾是继承者当中 车上的同款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边 你看粉丝们都戴这条围巾 你们是不是都因为成上 不是 那我们李敏昊 你还有什么别的惊喜带给他吗 我 我 我自己就是个惊喜 几经打听 有了先天第一记者 从机场工作人员出获悉 当天机场的VIP通道并未开放 于是带着满满的期待 记者和上千名粉丝 一起守候在普通出口 航班落地半个小时之后 李敏昊出现了 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由于第一次来到美丽的西子湖派 男生主动提出 想走普通通道的建议 男生一出现 从机场大厅到门口 甚至马路中间 统统被粉丝占领 置身范围内 除了人还是人 就连李敏昊本人 都被威武的保镖 带错了出口 与李敏昊中应随行的 还有粉丝们 一触即发的热情 当天机场几乎陷入瘫痪 让人寸步难移 很快 林敏昊钻进保姆车 粉丝则筑起人肉围栏 一路目送偶像的座驾 缓缓离开 现在的场内已经聚集了 差不多有500名的粉丝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天海下着萌萌细雨 其实虽然说男神到福利好 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担心 因为就在前一天 李敏昊刚刚抵达杭州机场的时候 是现场发生了一些流血事故 包括一些花坛被撞碎等等的状况 所以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见到男神的治愈 而比我们更希望大家安全第一的 就是李敏昊了 在今天这个属于女同胞 收服力的节日里 李敏昊逐约而至 提起前一天的机场事件 她心有余悸 甚至破天荒的主动发问记者 那么危险该怎么办呢 只是记者恐怕也爱莫能助 因为就在群访过程中 竟然还出现了被男神抽中 回答问题而尖叫的女记者 以及同样失控的主办风工作人员 不仅是粉丝聚集在这里 就连活动现场的 这个办公楼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几乎全都整个贴在了玻璃上开 把玻璃都趴满了 竟然有续节保持理智的 倒是等在雨中的粉丝们 我们有很好地保护 而且我们也尽量不及 但今天的混响 其实也很好 我觉得今天是最好的 有了粉丝的承诺 李敏昊全程面带标志性微笑 与大家频频互动 给雨天带来了一丝暖羊 知道他们表达的意思吗 谢谢 他听懂了 我爱你们 末了 李敏昊还带领全场粉丝 来上一个大合照 以纪念自己的第一次杭州之行 娱乐星天地 还是要提醒亲爱的粉丝们 这样竟然有续很好 对不对 想要多看男神两眼 靠推 靠挤 靠虫 靠拼 都是行不逃 千万要注意安全 为了男神 更为了自己啊 娱乐星天地 番茄台记者 被记住番茄酱 杭州采访报道 歌连 人生的 人生 同时 żeby 写先